1959年夏天 在维特岛的游艇中心 一个像查叠的奇怪物体 在考斯首次公开露面 很明显不是一艘游艇 根本就不像船 但的确在水上跑 这是克里斯多福·卡瑞尔的智慧 一位天才发明家和设计师 理查德史丹·唐中斯的多年研究 想出载送乘客的全然性概念 取名为气垫船 它在水上跟在陆地一样的轻松 当时海运还是传统的形态 因此问题是 气垫船是否有真正的商业用途 交叉航道是明显的选择 首次测试从加莱到多佛 1959年7月 由海军中校彼得兰驾驶掌舵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描述它 它是舵手还是司机呢 无论如何 气垫船 一个专满空气的电子 以450马力的引擎推进 还是以这个代号作为名字 航行22英里完全没有问题 过了两小时又三分钟 气垫船 如果名字没错的话 在多佛登陆 这天是路易斯·布雷修 首次飞越海峡的 50周年纪念日 加上海滩上的群众 兴奋地分享这一刻 对彼得兰和他的团队 尤其是发命人 克里斯多福·卡瑞尔 胜利的一天 一律已经消除 气垫船的将来非常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 继续 继续